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1994年的一天 周慧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 打开房门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自己的男友倪震正和陈法荣激吻在一起 倪震慌乱地推开陈法荣辩解道 是他勾引我 失去理智的周慧敏当场甩了倪震一个耳光 转身离去 周慧敏的那些事 周慧敏的内心是崩溃的 他没想到平时对自己百依百顺的男友 居然还有这么不堪的一面 于是他果断选择了分手 本以为这段感情就这样结束了 可周慧敏没想到的是 之后还要和这个男人纠缠几十年 1967年周慧敏出生在香港九龙的贫民窟 就在他出生的前几个月 他的父亲因为打麻将士突发心脏病去世 所以从小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 虽然家庭非常贫困 但是周慧敏的母亲一直对他疼爱有加 为了给他好的生活 一天要打好几份工 而在对女儿的教育上更是没少花钱 身在单亲家庭的周慧敏 从小就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 也早早地开始学习着独立 上大学的时候 他几乎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不需要母亲再为其操心 而从小就热爱音乐的周慧敏 一直都梦想能够成为一名歌手 开属于自己的演唱会 1985年 为了能够尽早赚钱养家 也为了能够实现梦想 年仅18岁的周慧敏 偷偷报名了新秀歌唱赛 不过遗憾的是 当时穿着朴素 戴着厚厚的眼镜的他 并没有获得评委的青睐 1986年 不服输的周慧敏 又参加了业余DJ大赛 从3000人中脱颖而出 成功地拿下了亚军 开始正式投入到演艺工作中 成功进入香港电台工作的周慧敏 凭借着自己甜美的嗓音 受到了不少听众的喜爱 周慧敏的事业蒸蒸日上 和黄凯琴搭档的节目 七七爆火 二人之间的绯闻也就传开了 而多年后 黄凯琴被问和周慧敏的感情 他说道 阿敏从未给我暧昧的机会 后来黄凯琴也再没被传出绯闻 60岁仍未结婚 或许他心底真的装着一个放不下的人 只可惜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1988年 周慧敏开始从幕后转向前台发展 担任竞歌金曲节目的主持人 黄战评价周慧敏时曾说过 他美得不像真人 凭借着清纯甜美的长相 周慧敏收获了不少粉丝 而香港电台也足够偏爱这个女孩 给了他不少优秀资源 不过明明可以靠美的周慧敏 却偏偏要靠才华 同年11月份 周慧敏发布了自己的 第一张个人EP周慧敏 就获得了白金销量 相当于卖出了5万张 在当时已经算很不错的成绩了 周慧敏凭借自身的实力 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 而张国荣也非常欣赏她 把自己创作的歌曲 《如果你知我苦中》 放心地交给她演唱 除此之外 那一年她还凭借在 电影《三人世界》中的精彩表现 获得了最佳新人演员的提名 虽然周慧敏的事业发展顺风顺水 但是贫困的童年生活 让她不敢停下拼命的脚步 于是她不停地出专辑 辗转于各个剧组间拍戏 一年到头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休息 可惜的是 虽然事业上周慧敏是妥妥的幸运女神 但爱情上却是异常坎坷 1989年 22岁的周慧敏 主持时事节目《摩登时代》时 结识了倪震 和出身平民窟的周慧敏不同 倪震是真正的名家之后 倪震的父亲倪匡是当时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与金庸黄湛等人齐名 姑姑易淑也是香港知名女作家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倪震当然有风流的资本 当年李嘉欣一出道 倪震和黎明就为其大打出手 最后还是被倪震追到了手 不过由于姑姑淑义的强烈反对 只能被迫分手 彼时情商的倪震 见到温柔可人的周慧敏一见倾心 随即对其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为了讨好周慧敏 倪震不仅坚持写情书 还亲自为她熬汤包粥 甚至利用自己创办的YES杂志力捧周慧敏 不过当时的周慧敏一心发展事业 并未把倪震的追求放在心上 而真正达到周慧敏的是 当时倪震得知周慧敏的家境贫寒 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之后 给了她很多物质支持 这让从小缺乏安全感的周慧敏感到无比温暖 倪震的温柔多情 几乎满足她对伴侣所有的幻想 于是她冰冷的心开始融化了 在倪震的一腔柔情中 1993年倪震的爷爷去世 周慧敏第一次以倪震女友的身份出现在倪家 就获得了疏意的赞赏 可见周慧敏有多么的讨人喜欢 但是风流多情的倪震却并不懂得珍惜 1994年倪震和陈法荣的地下情被媒体曝光 周慧敏当场捉奸 发生了开篇狗血的一幕 和周慧敏分手之后 倪震立马和陈法荣宣布恋情 而伤心欲绝的周慧敏 则把重心移到了事业发展上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那一年 她的专辑创造了40万的销量 并且分别在台湾和香港开了四场演唱会 几乎场场爆满 人气直逼四大天王 就连日本媒体都凭选她为最受欢迎的香港女歌手 一次周慧敏赴日本拍摄代言广告 遇到了温柔的河村先生 并开启了一段浪漫的异国恋 河村全民 河村打野 毕业于哈佛大学 是日本最大广告公司的职员 周慧敏前往日本拍摄广告 前后两次都是由她接待 二人经常一起逛街吃饭 一来二去 就走到了一起 周慧敏回国之后 二人不能经常见面 却也不乏书信来往 感情也未受到影响 周慧敏在加拿大举办演唱会时 河村还趁机带她见了父母 河村的父母对周慧敏非常满意 二人感情也得到了许多的祝福 一起度过了两年的幸福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 1996年 倪震和陈法荣分手 此时的她又想起了周慧敏那清纯的脸庞 再次对她展开追求 而在倪震的糖衣炮弹之下 周慧敏回忆起往日的美好 突然觉得分手多年 自己从未真正割舍这个旧爱 于是她决定与河村先生分手 和倪震高调宣布复合 二人复合之后 感情更胜从前 但是由于周慧敏的工作太忙碌 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差 她坦言 当时我赚到了钱 却没有时间花 我也感受不到自己想实现歌手梦 繁忙的工作 使周慧敏患上了焦虑症 此时倪震正好提出了隐退的想法 于是在处理完手头的事情之后 周慧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1997年 周慧敏在举办完两场演唱会之后 宣布正式退出娱乐圈 而倪震也卖掉了Yes杂志的股权 和周慧敏隐居加拿大 虽然周慧敏在事业巅峰期隐退 不免令人遗憾 但是能够成全这段才子佳人的爱情 也算是另一种圆满 可惜的是 倪震在隐退之后 似乎依然不太安分 1998年 倪震在加拿大不到一年 就不安分了 搭上了当时的香港名媛姚乐碧 周慧敏知道后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回到了香港 为了挽回周慧敏 倪震在电台节目中 公开声明与姚乐碧断交 这件事才算解决 但是倪震从来就不安分守己的性子 2003年 二人回到香港发展 2006年 倪震看上了香港嫩魔十足 傅影 并开始大赞期开始熟了 眉梢眼角举手投足 开始有女人味了 言辞极其暧昧 之后便是与其私下密会 被周慧敏撞破 但是因为舍不得多年的感情 她还是选择原谅倪震 希望她能够痛改前非 但是周慧敏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宽容大度 换来的是倪震的变本加厉 之后倪震被爆出 追爱香港女演员陈颖言 不仅送玫瑰花是爱 而且短信中各种挑逗 此时经媒体的大肆报道 闹得沸沸扬扬 周慧敏失望至极 想要与其分手 后来在倪震父亲劝说下 才回心转意 但是正所谓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偷吃惯了的倪震 又怎么会善罢甘休 2007年 又和嫩模一同回家 待了将近两个多小时才出来 本以为周慧敏这次会选择离开 没想到 二人再去肯尼亚旅行回来之后 却再次和好了 倪震的花边新闻不断 周慧敏作为正牌女友 却置之不理 成为了圈内的笑话 但是她对这些捕风捉影的消息 完全不为所动 她贪恋倪震对她的好 倪震的温柔多情 给了她多年以来缺失的关爱 倪震固然是温柔的 但是她也是多情的 如果说之前的那些都算是小打小闹 那么2008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让二人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那一年 倪震被拍到和张毛在酒吧积吻的照片 一时间登上了各大娱乐杂志的版面 这一次周慧敏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 只能选择和倪震分手 回归朋友关系 相恋多年却始终各问东西 不免令人唏嘘 但是正当人们以为女神已经想开了的时候 倪震却突然宣布和周慧敏求婚成功的消息 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感情的事情毕竟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外人看到的是破碎的感情 可是只有自己才真的知道想要什么 2009年周慧敏和倪震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此后倪震再没有爆出过绯闻 彻底收了心 如今的二人已经50多岁了 但是一直没要孩子 他们并不觉得遗憾 因为这是多年前就已经想好的事情 所以并未影响二人的关系 结婚12年依旧生活甜蜜 这么多年的她早已习惯了倪震的照顾 二人纠缠多年 到如今已然不可分割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玩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